十处将建置科技执法的路口 包括中一路和孝寺路口 仁一路和爱六路口 仁一路和流民船路路口 深溪路和深澳坑路口 东市街和暖暖街口 光明路和自治街口 信一路和义二路口 麦金路和安乐路二段路口 安一路和西定路口 以及五岭街和基金一路路口 这十处路口都是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 取缔车子为离浪行人的标准 就是车子要和行人之间 至少有三根整目的距离 预计会在我们基隆市十个路口 那当然这十个路口 是根据它的车祸发生数 还有民众的检举数据衡量 那有这些科技执法 然后再跟警方议警三方去合作 这十个路口基本上都是在讲行人 友善行人 就是车不离浪行人的科技执法 方计划说如果你车子到了那个路口 你要离浪行人 至少有三个整目 因为他会判断 他还是用AI的那个技术来判断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措施 成效很好受到好评 因此中央核准将近三千万元 科技执法设备经费给基隆市政府 市政府也将在全市 十处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 建置摄影及侦测系统 市长谢国良表示 目前主要还是先针对行人友善措施 车辆违规的部分进行取缔 让行人友善措施再升级 未来再针对行人违规的部分 加强教育和取缔 车辆需要离浪行人这个部分 我们非常重视 另外我们最近也针对了 晚上有噪音影响到居民的安宁的时候 我们也在加强执法 但是我们的科技执法 在基隆有一些设备会越来越提升 科技执法是比较适合在重要大型的路口 所以我们在十个路口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建立 那当然我们希望驾驶朋友们 慢慢内化成他们的一个驾驶文化 要做更多的礼让 另外我们也有意交弟兄们 在比较多一些中型或小型的路口 也在协助执法维护民众的安全 我们是认为现在你普遍以感受面来说 你可以了解到基隆现在已经是 全国最会被 行人最会被离让的一个城市路口之一了 那但是你如果从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来看 那我们会觉得说 有这个数字减少 但是还不是那么显著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跟 道安会以及警察局交通处 再继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那其实有很多是因为行人自己违规 所以导致了事故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会加强 教育以及甚至取缔的一个对象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建制完成开始实施呢 警察局方面预估 大约明年中旬就可以全部建制完成 会过了我们就开始划包建制 大概要有大概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为基隆这边有多余余余齐 从现在开始进入余季 可能这个工程会有一点延宕 不过我们会针对这四个路口 也是编排适当的景力跟移交来置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